随着飞机的降落 这对幸存者小队总算到达了挪威 他们的目标就是拿到种子 可零下四十几度的天气 真的有点让人吃不消 为防止其他幸存者前来抢脱 机长索性将飞机停载了跑到中央 殊不知人家是从水下来的 只见一艘巨型核潜艇正在深海中航行 而它的方向正是挪威 当他们到达地库的入口 就发现了两具早已被冻僵的尸体 从穿着上来看 显然是地库的工作人员 应该没有接到太阳一变的通知 可再过十五分钟太阳就会升起 机长只好说明晚在座 走进地库却被一道铁门拦住 从外面拉了半天也没能将其拉开 胡子囊胡乱按了几根密码 也没什么软用 门卡肯定在外面那两个工作人员身上 可太阳马上升起 现在出去简直就是送死 只能等到日落之后再去拿 可漫长的十二小时该如何度过 寒冷的天气冻得他们瑟瑟发抖 可长久的奔波劳顿他们早已人困体发 也不管那么多 选择席地而睡 可就在这时 地库的大门突然推开了一道缝 竟然有人在窥伺着他们 等众人睡水 一把漆黑的枪管对准了胡子男的额头 吓得男人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可即便是有枪在手 女人似乎比他们还要紧张 直到众人坦诚地介绍自己 女人才稍微安静下来 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 只要离开地库就会中毒身亡 外面的两个同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对太阳变异的事情一无所知 不管众人怎么解释 他也不相信 表面上看上去像个正常人 可当他带领大家走进地库 众人傻眼了 种子已经被他吃光一半之多 也就是靠着这些种子 女人才活到了今日 可胡子男却发现一瓶药 从说明上看明显是 抑制精神类的药物 而且是空的 直到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女人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有这个喜怒无常的人在身边 和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没什么区别 但转念一想 让他就这样无辜地死在这里又于心不忍 还是决定将他带上飞机 但女人坚信外面有毒气不肯出去 如何劝走他成了一个难题 只见众人戴上了口罩 整齐出现在女人身边 骗他说只要戴上他就不受毒气的侵蚀 没想到女人还真的信了 乖乖的同众人走出了地库 而就在这时 出了点意外 帽子男一直不相信胡子男会放弃复仇 毕竟心爱的女人是被大家逼死的 这种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的行径 令胡子男大为不满 两人发生了争执 一巴掌打掉了帽子男的口罩 没了口罩竟然没死 女人发觉自己被骗了 瞬间发病风味一样到处乱跑 只好将他锁进了驾驶室 可这个决定差点害死了所有人